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插着这把琴的面板采用的是阿迪朗达克余山 然后背侧板用的是印度紫檀 然后琴镜是整支的淘巴西木琴镜 然后也是这里有一个三角的手工销制夹枪梁 然后我们的弦钮采用的是Viu類的开放式的复古式弦钮 然后我们整齐都有这个石木的鱼骨纹的一个装饰相线 然后整齐采用的都是这个骨胶的粘盒 还有这个消极漆的涂装 好了那么再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支1937D Deluxe 这支琴呢其实可以说就是1937D Plus的一个豪华的一个升级版 它的面板呢同样采用的是一个阿迪朗达克的云山 注意这个背侧板呢是采用的巴西子弹 这点是不同的 其他的地方呢基本上一样也是整支的淘巴西木的形状 在这呢也是通过使用这个Wavely的这么一个复古旋钮 来衬托它的一个复古的气质 那么整齐呢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包边的这个位置呢都是有鱼骨纹的这么一个装饰 要值得一提的是是它的琴头部分 这整个呢是用背壳的一个镶嵌 显得呢是非常的华丽和上档次 那么也是一样的整齐呢采用消极漆的涂装 这样呢能使我们的声音震动更加的好 那么这两把琴呢从配置上来看 只有背侧版的材质不一样 那它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呢 接下来我们来评测一下 好帙 然后再说 这一把琴的材质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材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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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